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广东南篮,聊一聊易见连 可以说易见连的手就是非常的惊严 出场时间不到7分钟的情况下就砍下了14分 效率非常的高 无论是在进攻端还是在防守端 他的表现都是非常的出色 应该说易见连的回归给予广东南篮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这主要体现了三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内线的用人 板凳的深度是增加了 因为原本的话通过上赛季来看 真正意义上广队内线的可用之人 就只剩下苏伟和曾凡日了 很多时候还要用周棚来顶到5号位上 那易见连回来之后 这个用人的宽度肯定会拉伸 那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易见连我们看到 他是具有自主进攻能力的 可以说他一个人上场7分钟就拿到了14分 你要知道你对面面对的可是神子节 这样算是整个CV联盟当中最为顶级的内线防守群员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九树战这个易见连大伤回来之后 还能够保持这样的手感和状态 那使得广东队现在的内线 他不仅仅是具备防守和保护篮板球的能力 甚至还具备了一种攻坚能力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一点的话 我们知道易见连目前依然跟周棚是球连的队长 他的回归之后 对于整个广东男人信心上的增加是非常大的 因为在全运会上 广东队是刚刚输给了辽宁队 可以说在信心上多多少少是受到了一点的打击的 而如今辽宁那边少了周棋 我这边来了易见连可以说此消笔长一来之后 那么广东球员无疑在面对辽宁 这个主要的竞争对手的时候 信心无疑是上升的非常快的 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 我们看到广东队在使用易见连的时间上是非常短 尤其是两个细节 可能会让赛后的广东球迷感到比较担心 第一个就是易见连第一次受伤下场的时候 是他主动申请下场 那第二个就是在这次下场之后 那易见连是再也没有能够回到场上 那这两个细节 是不是让人觉得 这场比赛打了这不到七分钟的时间 是不是再次受伤了呢 因为我们看到在替补戏上 易见连是一直敷着冰块的 冰块不离手 那所以说这种情况是不免 让广东南来的球迷会有一丝丝的担心 但是这个广东队的跟队记者 关心在赛后自己的个人社交媒体上 第一时间做了一个动态的更新 那也是公布了易见连的最新伤心 他表示已经询问过杜峰杜之道 杜峰表示只是想让易见连做一个调整 并没有什么伤病的反复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 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 因为现在的易见连出场比赛 就是为了找状态 找手感的 能够尽快的进入状态 这也是为什么将易见连摆进首发阵容的原因 而本场比赛易见连在打了不到7分钟的时间 砍下14分 可以说手感和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包括他在对于整个杜峰战术体系的熟悉程度 与队友的配合默契上来说 也是都非常不错的 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个不仅仅是在进攻当中 易见连有非常不错的手感 他还与这个赵锐一同 在一次防守当中将布克紧急的逼往死角 逼出了对手的一个失误 所以说他对杜峰的体系与队友的配合 可能一个眼神 一个依据简单的话语就可以完全跟得上 那这样的话 那整个易见连在这场比赛的练兵的目的是已经达到了 没有必要让他再去做过多的出场 毕竟他也是大伤出狱 如果有过多的时间 或者是疲劳的累积的话 其实对于他的一个伤病的恢复也不是特别的好 因此这个安排可能是在赛前就已经是做好了 对吧 可能就当易见连的手感 包括在这种状态达到矛定程度的时候 你就应该去下来了 而不是给予他一个固定的出场时间 如果你状态打得非常的好 出的非常的早 手感找回来了 那你就早一点下场 如果说你的状态出的非常的晚 手感是没有找回来 那我就多让你打一会儿 所以说这场比赛易见连的提前下场 甚至主动下场 那说明他自己对自己的状态是非常的满意的 那么出于稳健保护的原因 那也让易见连早点下场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 感谢 bleib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